台湾的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2022NewSkin的创新之旅 恭喜达标的伙伴们 今天由我陪大家一起走进如心创新总部 走进实验室 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发现NewSkin的研发实力 以及其优质的创新的产品背后的秘密和故事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如心创新总部园区的图片 全球的创新园区驻扎着约70位全职的科学家 他们来自于生物 生理 药学 植物化学 皮肤科学等等领域 有着专业的训练和丰富的经验 在曾润海博士和关凯林博士的带领下 开展着丰富多彩的研究项目 NewSkin还拥有超强实力的全球科研顾问团 他们都是在学术界和医学界享有盛誉的 和有很大影响力的专家 这些专家用自己的经验和学识 指导着我们的研究 那这里就是NewSkin的创新源起之地 美国犹他Provo的全球创新中心 是一个投资1亿美元占地面积2万7千平米的一个企案 而位于上海的大中华创新总部园区 也投资将近5亿人民币 而大中华的创新园区二期工程也即将落成 如果说创新中心是NewSkin创新的摇篮 那如新拥有的生产基地就是稳定优异的品质的保障 NewSkin拥有华茂植物提取原料生产基地 保健品生产基地 个人保养品生产基地 这些生产基地不只符合中国及亚洲的要求 更是符合国际专业的生产规范 包括GMP良好作业规范 ISO9000品质管制系统认证 ISO14001环境管理系统认证等等 这些国际级的认证都严格要求各项操作执行的流程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无论是在研发的研究中心 还是在生产基地的检测中心 都配备了先进的重量级的设备 他们就像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他去进行分析化学物质 描画指纹图谱 测量基因表达 把控安全界限 甚至于发现新分子 无所不能 讲起这些 每一个如新科研人都可以说是如鼠家珍 这些设备可以有几十万 甚至于几百万的投入 如此的投入 是为了满足Usting重要的品质管理措施 6S的品质措施 说到6S呢 就不得不说一说它的诞生故事 那是在华茂城里之初 有来自于中医药学和制药领域的专家学者 他们有一个梦想 他们看到祖国的医学博大今生 然而不为西方世界所接受 究其原因呢 传统方法说的是阴阳和均臣佐使 却说不清道不明它的有效成分 科学原理实验结果和安全数据 而他们的梦想呢 就是让我们数千年的草本智慧啊 让所有的人都能用上造福全人类 那如何能够做到呢 只有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去回答清楚以上的问题 才能做到中为西用 古为金用 于是这些人走到一起 借鉴了制药的规范 参考了阴阳保健品和个人保养品领域的特殊需要 建立了6S的品质措施 那30年后我们看到 他们的梦想实现了 并且还有更多的科学家 正在继承他们的梦想 在这个领域生根 那6S的品质措施呢 是用于产品研发时 一个包含了六个步骤的管理措施 以确保产品的安全 高品质 创新和有效 这六个步骤啊 从选题 来源 规格 标准化 安全和实证 缓缓相扣啊 那在英语当中呢 分别以六个S开头 所以我们称之为6S 6S念起来跟Success很像 所以呢 6S也是Newskin Success的秘诀 就拿其中一个S缩型来说吧 Newskin呢 从世界各地寻找优异的来源的原料 称之为跋山涉水啊 也不为过 从资源到供应商 不仅关注原料的本身 它的产地包括土壤 空气 也就是原料的来源 以及来源的来源 都要仔仔细细的评估检测 确保它的品质 有效成分的含量 产能安全性 以及稳定性 比如说绿茶 因为它优秀的抗氧化能力啊 获得了青睐 我们的研发人员呢 亲自来到福建 浙江 云南 广西 等产茶基地 经过比较分析 挑选高规格优质的绿茶 茶叶作为原料 经过绿色无害脱农残 脱咖啡因的工艺 制取绿茶提取物 其中呢 茶多酚 耳茶素 EGCG的含量丰富稳定 这些啊 都要经过高效叶项分析 HPLC描画指纹图谱 并进行含量检测 那这一张就是HPLC的指纹图谱 每一个物质都有独特的图谱 而每一批的绿茶提取物呢 都要经过检测 对含量进行监控 保证拥有一致的图谱 才能成为合格的原料 再来看另外一个原料 虫草菌丝体 虫草这个概念啊 近几年操作的非常的厉害 基金天价 然而成分效果良有不齐 New Skin的科学家呢 早就展开了研究 我们实验室的冰箱里啊 至今还保留了很多样品 我舍不得处理掉 这些是New Skin的科学家 搜集的各种各样的虫草 它的周边 虫草子座 虫草虫体 蝙蝠额以青霉菌丝体的 不同分离株等等 通过比较它们的指纹图谱啊 科学家发现 它的有效 这种蝙蝠额菌丝体 蝙蝠额青霉菌丝体 CS4 它的有效成分呢 接近天然虫草 杂质更少 而且品质稳定 是优异的资源 而之后大量的动物和临床数据 支持了它的生理学效果 它能够提升体力 从而成为New Skin重要的成分 那中医本草呢 讲究品种 讲究到底 差一步 失之千里 同样的外观 甚至于粉碎的药材 我怎么鉴定它的真伪呢 我们说法医可以通过基因 鉴定青子 而我们也能通过基因 来鉴定这些真伪 我们开发了基因 Barcoding的技术 对重要的中草药原料 进行测序分析 比如说灵芝 我们的测序结果 目标物种保持高度了一致性 而灵芝的采收时间 也很有讲究 一旦包子喷粉之后 灵芝多糖虽然上升 但是三贴类的物质 却会下降 所以要严格控制时间 在刚刚开始发粉的时候 将它摘下 才能获得最佳比例的 与灵芝原料 刚刚说到的是原料 对于成品 那就是要求更高了 6S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 任何一个环节没有pass 产品都没有办法面试 我们再来看看美容仪 每一台美容仪的诞生 都要经历无数道的考验 比如说Brighter 我们光选择机身材质 就耗费了一万多个样品 安全性 硬度 美观度 透光性 化学品 等等 10个纬度经历了测试 总共进行了三轮 从50个材质当中 去层层筛选 每种材料要放500个样品 为了良好的操作体验 比如说开关机的出屏设计 因为每个人的力度 手指的宽度不同 我们请了男女老少 不同人做了30多万次的 开关机体验 为了掌握机器寿命期内的 运行情况 我们专门应用了特殊的 机器人测试仪 持续运行三天三夜进行烤机 下产线的时候 一定要一击一测 每击必测 以保证品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那New Skin可以说是一家 拥有实验室文化的创新企业 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 夜以继日的钻研出产品和技术 我们两地包括配方实验室 原料研发实验室 工艺开发实验室 工程技术实验室等等 达到12个高度专业的实验室 其中为了美容仪的研发 专门成立了专业的工程技术实验室 其中有3D打印机 工程设计和机械测试设备 应有尽有 我们并不仅仅在某一个学科 或者某一个领域具有优势 在科研之路上 我们不断地学习 并且与科研机构合作 曾经合作过的遍布欧美亚 在这样多学科多机构的合作下 我们才有能力创造出基于科技的创新的产品 再举个例子 比如LumiSpa 会和来自不同国家的百余位工程师 和技术人员的力量 横跨13个学科 在4年科学研究之后 又加上3年的机械工程开发 以及20多项临床功效实证 至此 New Skin已经完成了科学技术的多方位的布局 New Skin不仅不断地推出好的产品 它的科研实力在学术界也受到高度的认可 我们经常去参加国际学术大会 在专业的期刊杂志上发表专业的文章 并申请了专利 还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 New Skin已经连续5年 被Your Monitor评选为全球排名第一的美容仪器系列品牌 Edge Lock的系列美容仪器 连年获得来自于时尚界 工业界和商业界的各种奖项 可谓讲也讲不完 而我们的故事也是说也说不尽 今天就暂时跟大家分享这些 很高兴今天陪伴大家一起走过一段创新之旅 创新永无止境 New Skin的科研人的梦想 也永无止境 就叫做梦研人的梦想 也会在这田下